來 您的咖啡好了 熟練沖泡香醇咖啡 從三顆星到天使翅膀翹手拉花 放棄竹科工程師身份 反而讓黃瑜珍薪水翻倍變6萬 一開始是比較低沒有錯 但是它的成長空間幅度是非常的大的 個月最高可以幾乎超過一個正值的薪水 五年工程師子力歸零 要領高薪只能拼 我一天可以做2000杯的咖啡 對 只有一個人 2000次 誒 小心燙喔 學以致用變好難 尤其人文科系學生有八成 都會在畢業後三年換工作 就因為入隊行起薪也差很大 就是食色 我的薪水是2萬5 是 大概5萬 熱情不能當飯吃 設計科系最有感 畢業四年平均月薪29K 小叔餐飲旅遊業的31K 比起醫藥科系起薪的5.5萬 更少了近九成薪水 產業週期都變化非常快 所以如果你可以趁著年輕 差不多5年 你可以換一種工作 完全性質比較不一樣的工作 比起選科系 專家更建議多嘗試不同投入 畢竟熱門科系會退燒 技能卻帶不走 像是有證照的金融業 起薪就能比服務業的23K 多出7427元 相當於92個80元便當錢 這個人既有設計能力 他同時又很會做業務 那加起來這個人的收入 就會非常的多 擺脫低薪魔咒 最後一招是挑百人規模以上的大公司 平均月領4萬元 心情可以好一點 東森財經新聞就是沈玉騰 台北採訪報導 現在是一招金融 著流捷 來這裡 這本人的資訊 有些資訊 在網站 大家 說什麼 線紙 台北採訪 線紙 在網站 評價 可以 而且 請